嗨,大家好,这里是Diablo湖的波湖 微软模拟飞行自2020年8月正式上线以来 已经快两年了 时至今日,微软仍在大力度投入游戏研发 甚至还和很多第三方工作室进行商业合作 将研究级的科技模组免费送给所有玩家 可这是飞行模拟器呀 又不是什么3A大作呀 微软又不是慈善机构 这么砸钱是为了啥呢 在本期闲谈节目中 大波湖和其他直播观众就针对该话题进行了讨论 如果喜欢这样的闲谈节目 欢迎点赞分享 同时也欢迎加入大波湖粉丝群 第一时间参与直播互动 这两天我算了算 有一个很扯淡的一个事实现象 就是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个网站叫SteamDB SteamDB是一个第三方的爱好者维护的统计Steam上数据的一个平台 或者数据库或者网站都可以是这么个东西 然后它有一个功能是它能去粗略统计出来这游戏有多少人在玩 以及进一步粗略估算有多少人给买了这个游戏 按照SteamDB的估算 这代模拟飞行的Steam版已经卖了208万份 我们先不说这个数据估算的水分到底有多大 只按200万份来算 然后考虑到这个游戏现在几乎也没有打着我 也考虑到大部分人买的是60美元的版本 我们就按平均单价55美元来算 200万乘55美元 光在Steam上卖拷贝是1亿美元 以及这个200万份多半是真的 为什么呢 因为同样是在SteamDB上的统计 FSX的Steam版它们估算是200万份 Xplain的Steam版它们估算是100万份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这代模拟飞行比FSX卖得要好 因为Steam上有一个销量排行 我们虽然不知道销量具体数字 但是谁比谁卖得多是知道的 这代模拟飞行的现在销量排行是1092名 FSX是1264名 所以肯定比FSX卖得要好 同样看Xplain Xplain是1446名 那么我们就真按200万份来算 平均下来每份55美元 那么光在Steam上卖拷贝就赚了1亿美元 但各位要注意 这代先不说Xbox平台 PC上还有另外的Windows商店版的PC版 那边的销量我们不知道 以及这代有独立的Xbox版本 这两天Rogue Newman自己说过 Xbox版本让玩家数乘2 我们在考虑到有很多在Windows商店版 以及Xbox版上有可能是用Game Pass订阅玩的 哪怕就按50万份来算 就是250万份的拷贝 赚了1.5亿美元的卖拷贝的钱 这成本肯定早就收回来了 不用想了 1.5亿美元只是一个很粗略的估算 以及非常不准确 但大体的范围肯定是差不多的 然后这是算卖拷贝 这还没有算Game Pass的订阅的隐性收入 因为你看现在还有云游戏版 不少人确实真的是存在为了玩模拟飞行订阅的Game Pass 给微软在这方面还有收益 以及还一点现在游戏内是游戏内市场 游戏内市场上的所有的插件是就跟现在很多手机上的App Store一样 是你在上面所有的消费平台是抽成的 这在模拟飞行的市场也是 然后你看现在市场里先不出了多少人买东西了 各位有可能发现自己想买东西了 那么这事就成了呀 你只要消费微软就赚钱 这是我想说的 为什么微软今年这么大力度的在这投资金投成本 并不是说他们砸钱 而是说这已经有点像印钞机了 然后传四郎是毛利润不是 因为这游戏的成本多少我们不知道 只是看它的销量 而且这个销量是一个很偏差很大的一个估算数字 但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它比FSX卖的要好 即便拿一个偏差很大的数字来看的话 已经很恐怖了 所以微软这么砸钱 也能看出微软对这个这代的发展还是很有信心的 就是微软觉得还能赚更多的钱 其实我想谈的就是这么多 各位有什么看法吗 阿亮你们有什么看法吗 想讨论的吗 相信将来的话对于微软来说 其实它如果是真的是像他所说 就是持续更新十年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游戏 它的思路就跟之前的那个FSX就完全不一样 因为之前的FSX的话 它就是我把平台给你们建好了 后面的东西你们自己搞什么地景组 插件机组优化组 这各种什么AI交通组 你们各自自搞上 能怎么弄怎么弄 反正平台就在这就这么样 反正也没有什么实时地景 就这么一点东西 那现在肯定不一样 现在有几个观众说的挺好 那个7877说 这一代能感觉人多了 这真的是人多了 对 最大给我的唯一的改观上的东西就是 玩的人是真的多 你不管是就是B站的平台也好 还是抖音的平台也好 就反正只要是一个能直播的一个平台 你多多少少都能看到有很多人都在直播 微软模拟飞行2020 主要是感觉前一代了 他那个就是门槛比较高 那时候是第二小钟 现在大家也跟大家的收入有关系 说到门槛呢 我这边又要说一句 就是说像FSX也好 包括那个XPLAN 包括那个P3D也好 就是以往可能我们认为 就是这些平台 它可能不是一个游戏 它可能不是一款游戏 它可能就是对于我们来说 它可能就是一个模拟器 就是一个模拟平台 这个游戏呢 就是不断地在进化 像2020呢 它已经不再是像我们以前所认为的那种 它仅仅只是一个模拟器 它现在已经是一款 就是说 可以说是老少皆宜 就是说所有的人都可以来玩 就只不过我们玩的方式不一样 有些人玩就是为了 我开个通航机啊 在我想要去的地方 看看风景 低空的飞行 那像我 对于我来说呢 可能就更加喜欢就是说 飞一飞航线啊 在高空巡航啊 体验一下飞机的自动驾驶的那种感受啊 体验一下真正的飞行员 在日常驾驶飞机时候的那种操作的东西 所以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爱好 那但是在这个平台的话 应该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刚才网上邻居说的也对 无论各个级别 为了 无论为了什么 进来都玩挺开心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你刚才说的不是游戏这个问题 这代你发现 微软从一开始就做了很多游戏性上的拓展 当然这些东西就你提到 因为你是喜欢看航线的 所以这些东西对于你来说也没什么兴趣 但是它能一是把门槛拉低了 二是能吸引更多人真来玩了 对我的想法就是说微软能够把这个门槛放低 就是说不让所有人都觉得 哇这游戏它好硬核 我是不是就是说我进以后 我可能会不会玩啊 或者不会飞 不会 就会它会给你一种感觉 就是你给你家飞机 你都能飞起来 然后操作感也不会特别难 除非你去飞一些研究级别的 或者是学习级别的 除了这些机模以外 其他的飞机我觉得上手都不难 肯求加一一箭启动 对吧 然后退油拉杆 然后放到适当的速度 就可以去看风景了 截图了 也蛮好 也蛮好 反正大家都在同一个 而且对关键是 所有人都在同一个蓝天里 都能看得见 对关键是就是说 大家组队也比较方便 不像以前的话 组队需要通过一些专业的软件 然后同时那个时候 如果说需要这些专业软件的话 那么很多飞油又会觉得 就是说门槛又拉高了 我不会路空对话 我即使进去看到队友了 看到朋友了 但是我不会路空对话 我也不会飞 现在的话就完全不需要这种 刚才我们提到他放低了门槛 然后这代 当然也是这一两个月才出现 上线又被拉高了 过去一年多 是不碰模拟飞行的人 都碰了碰 然后过去一两个月 是让传统模拟器玩家都过来了 这也挺关键的 真的这个平台 我觉得娱乐性还是挺高的 不像之前那种那么的硬核 那种门槛还是比较高的 这一座的门槛还是比较低的 相对来说大伙都能飞都能玩 还是比较不错 最关键最关键就是它是卫星底镜 是关键就是你想硬核的话 还是依然可以硬核 它不拦着你 就关键看你怎么玩 对刚才阿亮还说到一个避应地图的事 这里我现在想说两点 一个是现在模拟飞行 已经开始给避应地图 产生一个深度合作了 典型的例子是 最近两次世界更新 上一次的意大利 以及这次的美国 都是必应地图 直接拿到2021年的微星图更新进来的 你可以说是非常新的 那照这样的话 如果说后期 我只说后期 如果真的有机会更新 中国这边的板块 或者是整个亚洲的这边的板块的话 那应该还是会不错的 微软之前提到过一嘴 他们打算接OpenStreetMap 我靠 而且他们提的这个东西的最直接的目标是更新南美 但是如果ObstreetMap数据能真能接进来 那不只能更新南美了 对的 所以国内的数据更新 我们可以指望那个系统 以前在P3D和FSX里面最最活跃的ORBX 现在好像最近好像没什么声音了 除了前段时间出了几个地景之外 然后就因为ORBX我记得也是那种专业做地景 优化地景 它也是分层的嘛 就什么交通类的啦 绿植类的啦 包括地皮类的啦 包括基础类的 但现在ORBX好像没有 好像没有 好像没有跟ASOBO有什么比较深度的一些合作 不是不是 跟ASOBO的合作非常深入 是吧 每次世界更新里的机场 至少有两三个是他们家做的 澳大利亚那次更新不带了一架那个Vocal F7吗 那架是他们家做的 我估计是他们家的开发能力已经被ASOBO吃满了 很有可能是这个样子 最近几天我们无地值强调是微软说这游戏做十年嘛 然后这次就是这这这这这次假假一三的机会 很多人采访那个Yorg Neumann就是问题飞行总负责人 然后Yorg Neumann澄清了一下 我们不是做十年之后就撤了 其实那意思就是他们目前的计划是排到 排到八年之后了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 这指的是更多的是预算 就是整个十年的预算已经开出来了 对这有可能 指的更多是这个 跟预算有可能有关系 对然后至于十年之后 就是八年之后还继不继续 很有可能是还得看 到时候还得看我们再偷多少钱 还有没有回报的问题 更多的是这个问题 但是以目前至少目前来看游戏的发展的健康程度来讲 我觉得问题不大 按照现在的这个趋势的话 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 因为我可能感觉他们已经超乎了他们的预期了 是我有点我有点感觉 尤其这一年的更新的内容 频率 频次以及内容的这个量 我感觉比去年多太多了 而且再加上11月份的这些免费白送的这个东西 我真的是 这简直是杀人诛心 对前面的这其实说到底也有一部分其实是做给某些人看的 不如明说他的名字兄弟 PMG嘛 不不不是不是是给SPLANE看的 对我说的不是PMG 是给SPLANE看吗 对因为SPLANE最强的飞机是inibus做的 天花板级别的69免费送真的可以了 给PMG看的呢 是我们现在在飞的这一家 已经是属于打击比较比较侮辱性打击了 但我所说的就是11月份的那个白免费白送的呢 那他其实是做给他的竞争对手 这个话说那个微软啊 开发模拟飞行2020的时候是已经准备10年的钱了 对准备 这是又有个庸门的说法是准备了 就是说这10年的预算已经是打包好了 就是等着用 但是今年的结果他们固定没想到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因为你看去年的开发的频率和频次 再看今年的 那10年的预算都准备好了 那真的是想的挺长远的 我觉得现在省得预算都能转回来了吧 像模拟飞行这种游戏吧 肯定是需要就说更长的时间去维持它的 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就是那种玩的 玩加玩的都是玩长线的 对因为我看这次数据的时候发现就是 现在Steam上有1107个人在玩FSX 在现在有1325个人在玩X-Plane 然后现在在Steam上有6922个人在玩模拟飞行 其他平台在算上我估计现在肯定是上万人 全球吗 全球 6000万 6000是Steam上的数字 6000万吗 6000 6000 6000人 Steam上的数字是6000人 就是当前在线 我感觉是以万来算怎么感觉还少 我以为会达到上万呢 Steam上7000 那现在肯定是上万的 感觉人还是蛮小的 可以了 真的可以了 万人同时在线这个数字是非常优秀的数字了 即便不算模拟器游戏 任何游戏这个数字拿出去都是可以吹的 万人在线这是很恐怖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